请就交加注一归 台语电影女神谢金燕 2月23号晚上 在北港朝天宫 热力开唱 完美长腿的好身材 展露无遗 一出场就让全场嗨到不行 而当晚的主持人 黄紫娇和侯怡君 妙语如珠的一搭一唱 也逗得台下相亲 使欢笑声不断 掌声如雷 我觉得今天谢金燕 真的是表演得非常非常的棒 难怪真的是叫 我们的一个本土天后 谢金燕以电子舞曲 搭配动感形象文明 也是台语界流行电音的先锋之一 云霄灯会 她的舞台表演魅力四射 让乡亲们都感受到 她的无限魅力 当晚的演出艺人 有谢金燕 陈雷 陈世安 蔡敏佑 陈芳雨 李嘉威和CT妹 每组艺人都是卯足全力 在台上载歌载舞 庆祝元宵节 CT妹来到北港的朝天空表演 看到台下超多的观众 给我们热情的掌声加尖叫声 CT妹在这里很开心 2013年元宵节庆祝晚会上 谢金燕的热力演出 还有专业舞群的伴舞 拍翻了北港朝天空的夜晚 虽然十多年前她因为一场严重的车祸 多处的关节受到永久性的伤害 到现在都有一些活动上的困难 但是意志力坚强的她 还是尽力为观众带来完美的演出 精神真的很可贵 不错很棒很棒 所以辣不辣 辣辣辣辣 赞很辣很漂亮啊 看舞好不好看 不错啊不错啊赞 当天庆元宵的活动 有许多的民众都表示 他们是特地来北港朝天空 看谢金燕的表演 看完她的表演 都觉得非常值回票价 谢金燕曾经三度入围金曲奖 而且还夺得18届和第23届的 最佳台语女歌手奖 她努力了很长的时间 才让观众比较聚焦在她的表演 而不是其他的八卦 她在舞台上精湛的演出 非常努力的精神 也感动了非常多的人 谢金燕呢 她本身呢就是因为她的资历 包括她的用功 而且她的知名度 那当然也准备了前制作 也准备了很多 我相信这一些都是我们以后 都要参考借进的机会 谢金燕的修长美腿 一向是舞台上全场的焦点 她在2013年 北港朝天宫的元宵晚会 以赞妈祖庆元宵 30分钟的表演 唱了四首快智人口的歌曲 呛声 含泪跳恰恰 愿弯弯 练武功 电影女神的魅力 让现场尖叫声不断 气氛嗨到最高点 记者陈文旭 王之凡 北港报导 我刚才几个还要读 我刚才几个还要读